在这边要讲他要出国好像也不太需要 我们就直接跳到说 他有 第一个他这边保持了四个元素 过宇宙是七年级生 然后他有他的美学观念 然后他的美学观念的 变成行为艺术是歌与画作 然后再讲说在画作与演唱之前 带出了一抹希望 然后要把这个希望呢 也带到国外去 这样子整个就比较精紧一点 那 我在以 过去的一个报导为例 像我们 我们通常在写 报导的时候就是想要赶快把 这个事件的亮点写出来 所以通常就是讲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 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假设这是一场公听会 这是一个公听会就是在讲 绿色电力选择权 然后 为什么 然后这个公听会里面就是 有很多民间团体 提出我们明明有这个绿色电力 有那个绿色电力 然后为什么你台电都没有给民众选择权 然后国外又有哪些例子可以做得到 那在这个公听会里面 主管的机关就有一些反应 那有些反应 有各种这样的反应 我没办法一一的记录 在开头一一的讲出来 但是我就选亮点来讲 比如说这里 先用很客观的事情 事情去描述说 我立法委员郑立文昨天召开电力市场的结合 国民众 然后民间团体在会中表达绿色电 绿电选择权的需求 要求能源主管机关主力再生的一方 只是绿色电力的变价值 还给消费者选择绿电的选择 这个诉求讲完以后 然后提到说 然后提到结果 直接跳结果 能源局局长欧嘉瑞出席报告说 绿色电键制度大约还要半顶的影响 海电副总经理则说 不害致力 但是他没有权利反对 但是他的反应让现场民众满击 今天他也觉得太费人了 就是像 像这种整场 我也是讲出 就是说直接讲出这个场子的主要诉求 然后再带出这个场子 民众讲出诉求以后 官员反应比较受到 那个民众讲出 民众讲出诉求官员的反应 受到攻击的 最主要的面向是这个 那官员 官员的反应 以及民众的诉求 当然就是很多很多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 后面的段落 一一的写出来 所以我今天本来就是想要跟大家说 就是 我们前面的导言写好之后 就是根据 我先以这个例子 我们第一段导言写好之后 我们是根据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我们想要写的亮点 代表 这个行动最主要的 最吸引人的地方 那我们后面写当然就是 尽量以这个来发挥 那所以 假设以这篇为例子 我们后面就是可以写说 第一个他可以继续写的是 郭颖秀他的 他的方式 他的标明下设定的方式 说复的方式有多多特特 那他的特特的方式 第一个 他有色彩能力的画作 然后他的画作 现在正在展览等等 然后要表现什么议题 然后就搭配郭颖秀 他介绍了这些画作的意义 然后再讲说 他为什么想要用这个画作来表达 大家就可以 然后再来再介绍 万人备合拍摄计划 现在后面我们就跟几段讲 这个万人备合拍摄计划是什么 我们可能就提到说 郭颖秀他想要用这个来当作 引讨人们思辨的元素 然后他本来只想拍白的 但是他后来 觉得他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拍 所以他后来决定 把这个 把这个战线隐藏到万人 然后 然后 目前已经有多少人响应 然后有哪些人 譬如说有宵夜 有朱孝璇 有谁谁谁 然后 邀请大家继续的来打开 然后 再接下来可以再讲说 他未来 要继续前往巴塞红 法国跟巴塞红 也带着 打算带着这个画座 去国外展开这个瓶 然后 再来带到说 他希望民都只好 耳电准备安全问题 在想到这个时候 就是带到瓶秀 他认为 耳电 耳电有什么安全问题 耳废料啦 还有就是 没有核能电才是够用 然后再带到说 这个核电是 给我们后代带来 负的环境资产等等 这些 这些他的观念 就可以在后面陆续复制 就是重点 就是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就知道我们后面要写什么 所以 我今天本来打算就是 大家写完这个以后 后面 分工写 每一组就是分工 比如说这一个导言 就是有 三点可以写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写 银秀的 艺术作品 艺术创作 再第二点就是写 万人备合拍摄计划是什么 再来就搭配 银秀的 对核电的识变 他自己本身对核电的识变是什么 写完之后 我们可以再重新组合 就是 去看看什么 说故事的顺序 我们自己看起来 最顺眼 那是每个人的主观 再去 再去 做判断 大概是这样子 那来不及 练习写完整天 我们 大家觉得 要不要回去洗 我想要出这个作业 哈哈 不想 但是这样就没有时间练习 那我们下一次好了 现在是 参观完整张部在 用张部的来练习 那时候就是希望大家速度加慢 就是 离到整个 结束导演后再继续 整个开始 那 现在 今天还有一个事情要 那个 就是要请大家 询问大家的意愿 是不是我们上礼拜 写了 十月十九号去 好 好 那他电视 好的 好